字幕提供 Hi 大家好 我是Curide Dash Hebbingist New Words 的熊仁謙 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是讀者提問裡面的 分手後我該怎麼辦 好 我知道這主題很爛 我承認 因為很多人講過了 可是關鍵字應該很好買 不過 這也不是針對一個主題來做回答 而是針對我們最常收到的一類問題 就是分手 被分手、分手 然後我分手之後想要挽回 我該怎麼辦 我之後怎麼做 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可以把它全部統設在這一個 這一集裡面來做簡單的一個討論 當然你看完這集之後 你不會馬上就有答案 但是我會可以提供你一個方向 首先呢 我們最常收到的跟分手有關的問題 基本上是三種 第一種是分手以後我該怎麼辦 第二種是分手以後我該如何挽回 第三種是分手以後不知道該不該 復合 真的這三個我先一一回答 第一個分手以後我該怎麼辦 吃飯睡覺不然怎麼辦 你如果不好好過你的生命的話 你會比分手更慘的 第二個分手以後我該如何挽回 為什麼你認為分手之後就要挽回 分手跟挽回之間的關係 一定是因為你們不適合你們才分手 或者是某件事情才分手 很多人會在分手之後想要挽回的原因 在於什麼呢 很多人認為這個分手是來自某個突發性事件 我只要這個突發性事件解決了 我就可以挽回 最典型的例子是什麼 可能某些男生呢 他跟他女朋友交往過程中 他根本沒有發現到他女朋友對他的怨氣 或者對他的不耐 然後某天晚上他自己偷偷跑出去跟人家唱歌 回來來的時候被女朋友逮到 然後就分手了 在這個男生的視角裡面 在這個男生的思維裡面 他之所以會跟這個女生分手 就是因為單一事件 也就是因為他出去唱歌 或者說他跑出去玩 因為單一事件而導致了分手 但是只要你平心而論 你就會發現根本不是這樣的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他在分手之後 即刻想要挽回抱著的想法是 一 我們會分手是來自某個問題 二 我只要把這個問題解決掉了 我們就可以複合了 這是我典型稱之為大魔王思維 什麼叫大魔王思維 就是你看電影的時候 裡面一定有個大魔王 你只要把大魔王幹掉 然後大家就天下太平了 但事情就不是這樣子 你會跟你的對象分手 一定不會是來自單一事件 一定是來自於長期的各種問題 各種情感流動 以及各種相處之上的 這種負面的累積所導致的結果 所以相對於馬上急著想著說 我要怎麼挽回 你應該先想一想 對方跟你分手原因有哪些 這是我對於這個的一個單一回答 但我等一下會再講深一點 第三個問題就是剛剛說的 分手後我不知道該不該複合 這個問題其實特別有趣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是來自於 他分手之後他跟他的對象 覺得好像還有愛意 就是說對對方還有這種情感 然後還想要再在一起 可是同時又不知道再在一起之後 後面狀況會不會變得更糟 原本可能是因為不適合而分手 那個時候可能 大家的悲傷程度是20 會不會這次再複合之後 結果又分手 然後悲傷程度瞬間上升到100 有沒有可能這樣 所以呢很多人會問這個 分手後我不知道該不該複合 討論該不該複合之前 我覺得第一個思維跟剛剛一樣 我們要先想想為什麼當初會分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 兩個人要複合的這件事 我一直很強調一個點就是 複合必須先經過歸零 兩個人必須抱持的心態是重新來過 而不是好像接著前面那個已經快要翻掉的船 然後我們再努力把這個船 就是把它移震 因為只要你沉寂著你 你們第一次交往過程中的那一切 所會引申的結果是 兩個人只要一開始相處 一有點摩擦 然後馬上就想到 當初我怎樣怎樣怎樣 你如何如何如何 這個狀況只會更糟 所以該不該複合 更重要的點是 雙方有沒有願意歸零重來 如果雙方都有這個意識 是要歸零重來 要重新再試試看的話 那你就會放棄你過去得到一切啊 就好像比賽的一個人 去參加比賽的選手 他今年拿到了銀牌 他上一次要拿金牌的時候 他會忘記他上次拿銀牌那件事 他會全心從歸零開始來做訓練 把自己當作一個從來沒得過獎的人 然後重新努力 他才有可能真的去得到金牌啊 所以兩個人分手之後 再次複合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雙方有沒有共識 我們是歸零重來 只有歸零重來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再一次真正所謂的複合 但討論這三個問題 其實這三個問題 都有一個背後的重要論點 也是我非常重視一個論調 其實也是印度哲學很重視一個論調 就是不論你該怎麼辦 或者是要不要挽回 或者是要不要複合 沒有任何一個決定 是可以在激情之下被造下來 換句話說 只要我們處在一個激情的狀況 第一件事情 就一定是要讓這件事情先平復 激情的典型表現是什麼 第一個 他讓我們完全守足無措 我們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其他什麼時候做不了 這激情的典型表現 而在歷史上 或者在從整個歷史的宏觀 到我們個人的經驗上 你會發現激情帶來的 往往是一時的快活 然後長期的破壞 舉個例子來說 有些人 我看過這種例子 我以前有一個男生朋友 現在比較少聯絡 我要講一下男生朋友 不然很多觀眾常常說 我都是女生朋友 超奇怪的 好,我要講男生朋友 這真的是男生朋友 不是我 他那時候跟他對象分手的時候 他就是被分手的 那他就非常的焦慮 很多時候 我們是沒辦法處理這焦慮感 因此他就在這個焦慮感 跟激情的情況之下 努力的複合 開了很多的空頭支票 然後複合成功了 對方又再次給他一次機會 可是複合成功之後 發現的都是悲劇 後面整個局面 比遠比他當初的分手還要糟 首先 兩個人會分手一定是有原因 不會只是因為單一事件 所以呢 他們分手之後 這些事情並沒有被解決掉 雙方都只是在忍耐 而這些忍耐 都是為了當初激情所付出的代價 後面忍得越多 對當初這個激情的恨意就會越多 這個激情的這個男生就覺得 我現在一直忍你 你為什麼都不能理解我 我是如何愛你等等等等等等 這是因為他所做的所有這些決定 是建立在激情這個不穩定的基礎之上 就好像你蓋一個房子 結果這個房子的地基是歪的 你蓋再多這個房子只會越來越危險 同樣的 他所做的一切決定 跟後面所做的一系列的付出 忍耐 甚至於相處上的退讓 都不是建立於一個互信 然後真的在意這個人 真的了解問題 還願意跟他在一起的 這種理智上 理性上的感情選擇 他並不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而是完全建立在 那一分鐘 或者是那一段時間 很短的時間中 他的焦慮感 跟他的激情感之上 所以他那個地基本來就歪了 那他再怎麼蓋 那個房子就越來越歪 因此呢 到最後整個局面變得非常難看 這都是來自於 這個選擇 是激情的背景之下 所做出的選擇 他是以激情為動能 所做出的選擇 他只會讓我們離現實 越來越遠 情緒的一種特性是什麼呢 情緒的一種特性是 他是在我們的腦海中塑造的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這個情緒 很多時候跟我們腦海中塑造有關 我今天早上可能見到我的一個同事 然後他上 他來見我的時候 戴著耳機 然後呢 臉很臭 我可能就覺得 他今天是不是針對我有什麼意見 我當下沒有表達出來 然後這個想法 可能就在我腦中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 到了下午一群人開會的時候 他又都不講話 我就生氣爆發 我可能就罵他了 這是一個例子 在這個過程中 我所認為的 他是個壞人 他針對我 他今天故意要找我麻煩 下午開會也不好好開等等 全都是我的情緒告訴我的故事 但現實是什麼 現實是他昨天晚上沒有睡好失眠 以至於他今天很不舒服 喉嚨痛 但他還是努力來上班 結果呢 我就這樣罵了他一頓之後 你覺得他會做什麼感想 這就是激情會導致的狀況 激情會讓我們離現實越來越遠 如果只是一方激情 就會讓我們離現實越來越遠 你覺得兩方都處在激情的情況之下 兩方會對於現實有什麼認知呢 當分手的雙方都處在激情的情況之下 最重要的聲音就是 calm down 我們必須先冷靜下來 現代人的一個狀況在於 我們沒有辦法去消化自己的激情跟焦慮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對方妥協 來消化我的激情跟焦慮 用一個大家比較常聽到的話 說這叫情緒勒索 你要為我的情緒負責 你不妥協 我的情緒無法解決 這是我們現代人很常見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你所做的一切 不論是分手之後我該怎麼辦 我該如何挽回 我該怎麼複合 這一些都是因為激情而做 那我不好意思 你不論做什麼樣的選擇 不論我告訴你該或不該 最後這個局面都會變得更糟而已 因為它是建立在激情之上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擺脫激情 我們必須先讓自己緩緩 跟激情告別 第二個 我們要開始檢討 檢討什麼呢 在這段關係之中 我做了什麼 我傷害了什麼 我幫助了什麼 我得到了什麼傷害 我得到了什麼幫助 這四件事情是我們必須去思考的 我們在每個關係之中 一定不會一面倒的都是得利者 也一定不會一面倒的都是在給別人幫助的那個人 任何認為我在一段關係中都只是受害者 或者是受賄者的人 他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狀況一樣 他看事情是一種大魔王思維 他並沒有看整個事情的全貌 因為任何人相處之間的關係 一定會有得利者跟受害者 同時也一定會有受賄者 跟受到利益這個牽扯的人 像我在上一支影片介紹到有關於後分手時代 我就舉到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 這時候要講女生朋友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跟他前男友在一起的時候 前男友是一個非常強勢的男生 很照顧他可是很強勢 所以這個女生朋友 就很想要證明自己給這個男生看 想要培養自信 他就學了非常多的才藝 蛋糕、餅乾等等這些 可以嚇得了廚房的才藝 但是他每次這麼做的時候 男生就不會給他什麼正面的回應 男生就只會說 好 喔 OK 你為什麼要學這些 導致這個女生越來越自卑 到最後分手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用兩種角度去看事情 第一個 這段感情把我變得很自卑 這是一個缺點 第二個 這段感情讓我學會了這些這些的才藝 讓我有動力去掌握這些這些的主意 他看到的是這件事情的優點 所有的事情一定會同時有優點跟缺點的那個面向 而我們 往往會因為大魔王思維 只困在某個面向 他為我付出這麼多 我什麼都沒做 你可能會這麼想 或者是他就是打壓我 從來沒有給予我我要的愛 你可能會這麼想 而這些都是讓我們沒辦法客觀分析事情的重要動力 所以當我們在擺脫激情之後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檢討我得到了什麼 我給予了什麼 得到的這些部分有好的有壞的 給予的部分也有好的有壞的 當我們好好檢討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平心機器的去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挽回 我要不要複合 或者是我該怎麼辦 這些答案 會在我們做這些事情之後 變得更加的清晰 因此這個影片不是提供一個答案 它是提供兩個方向 第一個 我們必須先擺脫激情 因為在激情的情況之下 做的任何決定 都可能是錯的 第二個 我們必須先做檢討 只有在擺脫激情跟做檢討之後 我們對於我們要做什麼 決定這個答案才會變得很清楚 不然你再問熊人間在動 我該不該挽回 我給你的答案也不一定是符合你的需求 你必須自己做出決定 而你要自己做出決定 你就必須不要那麼激情 第二個 必須做檢討 這樣子你做的決定 才會是真正比較符合現實 跟你想要的東西 希望這支影片 對於所有在面對分手問題的朋友 都會是一個幫助 那我們下次見囉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YOUTUBE 記得要按鈴鐺喔 然後還有熊人間的臉書跟Instagram 還有我們的LINE 在臉書跟Instagram上面 我們每個禮拜平均會直播兩次 介紹一個主題跟說一本書 至於在LINE上面呢 這是我們所有課程資訊的匯居地 特別是在那邊 你只要加入的話 我們就會免費送你兩本精美的電子書 並一討論怎麼透過於人生的時間掌控 找到真正的快樂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